意大利女歌手 歌剧女皇 玛利亚卡拉斯 玛利亚卡拉斯 是意大利美声歌剧复兴的代表人物 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高音 她的歌声与表演 蕴藏古希腊悲剧中的要素 身为女人 卡拉斯也是世人叹息的对象 她的人生带着戏剧性的色彩 曾与希腊船王欧纳西斯交往 并为她生下一子 但儿子出生不到几小时就夭折 她们分 守候 欧纳西斯转而追求丧夫的贾桂林甘乃迪 她独居巴黎致死 哀气落寞的晚年 让人慷慨万千 时值她世世四 一周年 影坛推出卡拉斯的专属纪录片 卡拉斯 为爱而生 玛丽亚比卡拉斯 透过许多从 未曝光过的珍贵影像 照片 家庭录像 以及亲密私人信件 以美声光影像一代女灵致敬 玛丽亚卡拉斯曾在受 仿石表示 我的身体理住了二个人 我想当玛丽亚 但我生活的仰赖卡拉斯 利语道尽她面对人生与工作的无 那 其实 许多乐迷都对 卡拉斯 背后真正的 玛丽亚 知之甚少 她甚至一生都感觉到自己被大众误解 许多 乐迷知道她是世纪之声 封面女星 以及她一直被公开讨论的感情生活 这也让她非凡的生活 乍看就像是一本小 说 利获是一部悲剧 然而 梦想住简单生活的玛丽亚 以及想要行星班名声的卡拉斯 二个冲突的内心广 导 至一方最终会向另一方投降 导演也期待透过 卡拉斯 为爱而生 这部电影 试图为 玛丽亚 与 卡拉斯 作 初调和 导演花费三年时间走访世界各地 并访问那个世代最后的见证人 诸如卡拉斯的闺蜜 同是与那些真正 认识她的人们 并透过卡拉斯亲笔写下的私密书信 珍贵的影像专访 以及大量从未曝光过的家庭影像 甚至是精 过彩色修复的珍贵影像画面 在搭配多场她的现场演唱 同时满足观众的视觉与听觉 也让观众得以走进这位歌剧 女皇波澜壮阔的一生 电影下月三日在台上映 李子凡 综合报道 看了这则新闻的人 也看了 花甲 暴隐藏片段竟破译取有您偷自公心情 环太平洋二 男主自招当内贼爆雷 环三 对上 门 周星驰 美人 鱼二 开拍影迷求捕获八爪罗志祥意大利歌剧女林卡拉斯堪称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高音 彩昌国际多媒体提供卡拉斯 又曾与希腊传王欧纳西斯交往 彩昌国际多媒体提供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